延后开学后遗症,学生哀嚎,四月清明廉假惨变婚书假 受到疫情影响,今年寒假延后开学 台中有的高中将第一次断考,延到清明节廉假后 有学生气呼呼表示,这样清明节会惨变婚书假 根本没办法放轻松好好玩 台中中民高中断考时间,确实排在清明节后 但顾及学生心情,安排在收假后间隔一天 也就是四月七号八号考,惠文高中也表示 考试通常不会放在延假之后 今年因为开学延后,断考若要排在延假之前 授课时数会太短,排在延假后是不得不然的措施 在那个主要的立场,不管有没有延假也都要好好念书 学校会排在延假后是觉得,哦,学生可以利用假期好好充斥 因为现在考试制度还有繁星,那些都是很看重的 学校排名,未来在大学的时候,可能可以申请到一些比较好的学校 也有学生认为,考试没差那几天,就是配合学校安排 反而更在乎,今年暑假一天后开学,变短啦 多新闻,台中报道